难关世界 先提个问题 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皇陵是什么 有的朋友张总是有的 金子塔吧 爱琴的胡胡金子塔最大 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是哪呢 就是这本崭新民宠的 秦始皇陵 在他附近呢 开掘出了兵马俑坑 这兵马俑呢 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同时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军 那么对兵马俑的研究呢 可以使我们在线很多 先期时期的地上 那么在今天六月份的 秦始皇陵博物馆的对外公布了 这次新一次开掘兵马俑坑 得到的一些新鲜的纷 也就是说我们又是 先期时代的一些东西 在今天面临着又一次的揭秘 那么这个在考古学界被称为的 让兵马俑张总讲话 获得的秦始皇陵 考古发掘又有新发现 兵马俑坑惨遭破坏 究竟是自然还是人为动火 传说中处满水淫的墓室 是否真的存在 老梁观世界 让兵马俑说话 与您一同探究 地宫新迷团 这些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制素像 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速成 在深深的地下 陈续了将近22个世纪 但是当他们重新站立在阳光下的时候 似乎每一个都能立刻开口说话 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的陵墓中出土的兵马俑 我想兵马俑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可以说作为中华国庭的象征啊 咱们这个从小到大人 可能对这个都一点不陌生 那么这次挖出来的很多 那个时候这陶俑啊 又令我们现代人大开眼睛 2012年6月9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公布了秦冰马俑一号坑 第三次考古发掘的成果 此次发掘出土了陶俑 车马器 兵器 生产工具等各类文武 共计310余件 陶俑编号120余件 另外还新发现了一批 色彩硬丽的彩色陶俑 秦冰马俑的彩绘颜色种类繁多 其中紫色尤为珍贵和罕见 这次出土的陶俑身上 就有这种神秘的中国籽 最令人惊奇的是 此次还出土了一个 眼睛为红色 同时为黑色的彩绘冰马俑头 多次的挖掘 让越来越多的冰马俑 展示在世人面前 那么秦始皇陵 到底有多少冰马俑 第一个发现冰马俑的人 又是谁呢 1974年3月 陕西省林桐县西阳村的几位农民 在打井的时候 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 他们的发现 唤醒了一个沉睡了千年的地下军团 1975年 1985年 考古人员分别展开了两次挖掘 经过考古人员的宝刺 兴趣和拼接 大量倒塌破损的陶俑最终整齐壮观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1974年以来 在陵园东1500米处发现 从藏兵马俑坑三处 成品字型排列 面积共达两万平方米以上 速度陶俑八千件 战车百辆 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 其中一号坑为右军 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 陶马约六千件 二号坑为左军 有陶俑陶马一千三百一件 战车八十九辆 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足编的驱阵 也是秦俑坑的精华作赛 三号坑有武士俑六十八个 战车一辆 陶马四匹 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 整个军阵构成了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 说兵马俑兵马俑嘛 说是打仗那个兵 根据他们坐在那个陶俑 这里能看出先秦时期排兵部阵 都怎么回事 部队编制是怎么回事 打仗的行军过程是怎么回事 可这次挖掘不光是这兵俑 还发现了一个随军的马戏团 杀戏团 也叫百戏 秦始皇用气势飞鸿的兵马俑 来守卫他的地下王国 同时也用百戏永坑的潮涌 来丰富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业余生活 百戏永坑位于陵园东南方的内藤之间 更靠近秦陵核心区 是一个面积六百平方米的秦地宫培藏坑 1999年6月首次发现 去年8月正式发掘 在这个永坑中出土的陶涌 他们不穿铠甲 也不披着袍 上身赤裸 下身穿着类似全装的衣服 形态各种不同 完全不同于以往发掘的 以军事为主题的兵马俑 可以初步判断为它是一种 为宫廷表演的这种陶涌的现象 所以这一批人呢 当时或者为 以代我们称为 统称为百戏 所以把这个陶涌 以这种陶涌为主的这个培藏坑 定义为百戏永坑 在此次发掘的百戏永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尊 身高超过两米 较长五十字码的无头巨龙 研究者也随短 它可能处于表演团队的底部 起到乘托作用 此外 百戏永坑中 还首次发现身体会有精美图案的炮丁永 专家初步推断他们身份特殊 或许是宫廷表演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永坑里还出土了一个青铜大顶和空心青铜球 专家推断 很可能是戏永们表演用的道具 这次八戒出这桃永呢 等于是丰富了以前 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少的那些桃永不累 而且这桃永里边呢 大家一看呢 发现先秦时候人呢 制桃这个水平非常高 你看一个烧泥土 然后制成这个桃彩 这个水平令我们今天好多人都赞叹不已 那么说到这儿呢 有的观众朋友有疑问 说这些桃永干嘛呢 说这就秦始皇展示自己的威风吗 哎 倒有这个因素 你看咱们可以啊 看一下电影那个木乃伊三 李链杰主演这个 那么就是把当初秦王那种威风 带兵打仗的威风再现了 我们看这个整个气势非常宏大的 当初秦朝的士兵建制 一直到兵马俑这个整个的构成 你就知道当初秦帝国的威风有多大 那么有人说说这个活着 他要这个仪仗 死了之后要这排长 这那么些桃永干嘛呢 这个咱们就得给大家先讲 这些桃永的主要功能是干嘛 主要功能是陪葬 那就陪着秦始皇 那么死了吗 这生前伺候你 死后也得伺候你 可是那么多兵 你要活人陪葬的话 那得多少人呢 咱就制成兵俑 从哪来的呢 一开始都是个活人 你包括秦始皇这时候 虽然这些士兵做成桃永了 不是说用活的士兵来殉葬 但是秦始皇的后宫的妃子 只要是没生孩子的 都得来陪葬 所以这是先前以前的 这个时代 中国殉葬是非常传人的一样 你看田木宫死的时候呢 大概活的陪葬 活人有177个人 这是有史记上明确记载的 那到秦始皇这 有一点有进步 就是一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 出去战口往后走 发现割活人陪葬 本身太残忍 再一个对当时的生产力 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有人一点点发明 割木头的事 等到皇的这呢 割割木头陪葬 那不像话 你说这木头过一阵 它烂了 所以它改成了陶俑 这个陶俑呢 经过一些大师的雕刻 它都是按照模特的来 然后呢 雕好了 烧好了 这东西很磁石 跟着房子 想到 所以就是最开始 有活人陪葬 然后一点点发展到呢 代替活人的这种陶俑 出现兵马俑呢 这才算历史的进攻 但是同时呢 却跟我们留下了 很多先机时机 平军打仗的 一些活生生的史料 所以这是兵马俑 最大的力量在下 那么在这一次 考古的过程当中呢 还发现了 有事 就是因为人们已经 开决出来的呢 180个秦始皇陵的木坑里头 发现有12个坑被火烧过 那这地底呢 因为秦皇陵啊 离地底多远 26米到37米之间 深圳 说这么深的地方 是哪着的火呢 兵马俑坑为何惨遭破坏 是自然还是人为正果 老梁观世界 让兵马俑说话 马上为您揭晓 有人说自然 他怎么自然 你看那里头有木头 烂了出沼气了 自个儿就烧了 可是后来发现这不对 要照理说 他里头烧了 应该靠里边的 陶俑着的厉害 靠通风口这边的陶俑呢 他烧的差点 应该是这样 可是打开这几个 过过火的木道一看呢 越到通风口这 烧的越厉害 里边有都没动静 没变化 所以有人说这个呀 人为的原因 有人说谁干的呢 他到木的 到木才闲的 他把木开了 他不赶紧进里偷东西了 他有工放火 他没那工火 所以这一次考证出来 哦 秦皇陵 地宫里着火 原来是人为因素 有纵火吧 那么是谁送的火呢 大家一琢磨 十八九是项羽 说他送火呢 人家说是项羽闲的 烧这玩意干嘛呢 各位可能不清楚 项羽跟秦始皇他们讲 有仇